国民党中常委选举前总统马英九冲第一 投票前先仔细检查票轨 党主席朱立伦也在上午十点半 到新北市党部投票 但这届常委选举爆出组换票联盟 汇选争议不断 传出换票价码开到五万元 有人私下爆料 寻求连任的中常委吕学章 在新竹餐厅宴请党代表还送礼 虽然吕学章陈青是受邀参加 送礼则是纪念品 但已经让这届常委选举 被认为史上选风最差 国民党二号声明 检举内容都在调查中 但都到了投票日依然没下文 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会选 任何的会选 不但我撤销资格一定开除掌机 目前的确有一些证据 但是希望只要有任何的证据都送来 我们一定严办到底 不止选举会声会引更传出 朱主席推荐名单 引发党内不满 被点名的人选 包括格式院长林毅华 考机会主委李贵敏 副秘书长费洪泰谢一凤 还有朱立伦的欺旧高斯伯 当然不同 我当主席的时候 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这完全应该由党代表了 自由意志来决定 一些人个人的他可能是想要用自己的私人的影响 我们是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朱立伦的名单就是29位能够获得党代表认同支持的中常委 面对前主席炮火 朱立伦赶紧澄清 不过中常委改选 事关二零二二年底布局 能否查清会选争议 以及证明没特别帮忙朱家军 朱主席领导微信再次受到挑战 先进去李维廷 郑海周爱尊教组 新闻不到